前辆车辆老早就已经识别到前面的障碍物 而且它这个刹车刹得很缓和 非常的平稳停下来了 目测这个识别距离可能在100米左右 刚才这个刹停的位置已经非常非常的极限了 车头大概离这个装桶只有几公分的距离 我觉得如果再提高车速的话 可能就无法避免与装桶的亲密接触了 我们刚才摆的这个装桶的围地的斜度 以及它的间距基本上是符合我们路上看到的 这种同时道路以及郊区的一些省道 甚至活道的这种情况的 我们刚才测得的安全的速度是在70公里的小时